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我是主持人哈娜! 相信喜歡英雄聯盟的觀眾 在上週末舉辦的 PCS 總決賽都感到意猶未盡吧! 最近就有一款與其相關團隊開發的新作品即將展開測試 那就是 Supervive 啦! 由前 Lone 製作人團隊所打造的英雄大頭刷遊戲 將在韓國展開 Alpha 測試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內容呢? 就讓我們馬上來看看吧! Supervive 原先曝光的名稱叫 Project Loki 是由前英雄聯盟副總領軍的開發團隊 Theory Craft Games 所打造的全新 MOBA 大逃殺作品 遊戲以組隊生存為核心 將可以組成兩人或四人的小隊 在寬廣的地圖中互相撕殺、躲藏 或使用角色技能在空中飛翔 與其他隊伍展開對決 設法成為生存到最後的隊伍 Supervive 目前已經在北美與歐洲進行過數十次的測試 而負責日本與韓國區域的Netson 宣布即將於9月20日至22日舉行 Alpha 測試 將釋出14位英雄提供玩家體驗 也將開放兩人與四人小隊的大逃殺模式 Supervive 預計在2024年第四季上市 喜歡吃雞以及摸把遊戲的玩家 千萬不能錯過這款獨立製作的全新遊戲喔! thanks to my channel please tell that clip that